近日,在美军的帮助下,以色列白头盔组织,约有800民成员及家属已经转移。 本以为这样的情况,代表着特朗普敢于叙利亚战事计划的失败,却不料特朗普与普京的博弈并未认输,近日,美军多架第52轰炸机出动,直接轰炸了戴尔卓尔多个村镇,造成当地平民大量死伤。 据军事专家分析,美军此举意,在向巴沙尔和普京传递一个信号,那就是戴尔卓尔美军绝对不会放弃,而其想要掌控世界石油以及美元结算权的心思也并未破灭。 据阿拉伯通讯社报道称,日前美军再次猛烈地轰炸了叙利亚,而这一次戴尔卓尔地区的轰炸,却造成了无数美军基地所在地区,逃走的平民死伤无数。 而对此,美军还义正言辞地对序表示,是帮助其打击武装分子,可谓无耻之极,要知道,美军这些年一直打着世界警察的幌子,肆意干预他国内政,而对于这次美军第52战机的大肆轰炸行为,普京终是忍不住发话,趁美军的行为是不人道的,若再次发生如此事件,将不惜一切击落美军战机。 而几天前的特普会上,普京私下可是被特朗普气得不轻,毕竟特朗普后来的那句历任总统中,没有一位像我一样对额强硬,可谓是当众打脸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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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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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